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是个城市 但和东京比起来真的是乡下地方 在那里我遇到了不可思议的体验 故事是这样的 那时候为了省钱 所以我找了合租的房子 那是一栋三层楼的独栋透天 虽然是合租的房子 但因为房东有请人每天来打扫公共环境和处理垃圾 再加上租金很便宜 所以就决定租了 这栋房子总共有五个房间 一楼有厨房 洗澡间和一个房间 但一楼房间没住人 所以就被当成仓库 二楼有两个房间和厕所 二楼住了一个开朗的台湾大男孩 另一间是一个香港人和他的女友 我则住在三楼 三楼有两个房间 我隔壁住的是一个每天努力学习的大学生 他平常除了上课就是躲在房间打电玩 是标准的宅男 有次上班的时候 下楼时刚好碰见二楼的香港人 他很有朝气地和我打招呼说 早上好 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不小心飘到他房门内 他女友站在窗边看着外面 看起来怪里怪气的 因为住了一段时间 我曾直接感受到他的女友 是个没什么礼貌的怪人 我曾经在二楼上厕所时 被疯狂地敲过门 而且感觉是故意的 且非常不开心的样子 我可以确定是他女友那是因为 他每次都会问里面有人吗 回答他说有人 他就会疯狂地一直敲门 上完厕所后打开门出去 想说和他说声抱歉 人又不见了 还有一次 同事来找我玩 临走时 我们在楼下门外站着聊了一会 二楼隔着薄薄的窗帘 我看到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站在那里 正盯着我们 我觉得可能是吵到他了 他才会再瞪着我们 所以当下我 只好先请同事回去 有一天 下班我从车站走在回家的路上 碰巧遇到三楼的大学生 我约他一起去喝一杯 他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俩在居酒屋闲聊着平常的事情 突然 他开启了一个话题说 你有没有发现 二楼那个香港人 他女友很怪 是啊 更怪的是 二楼香港人说他根本没女友 这有点奇怪呢 会不会是怕房东发现 和他多收钱 为了省那种钱呢 也许吧 不过最怪的是 没有看过那女的走出来过 可能是不喜欢和大家打交道吧 那天我和他喝完酒聊完回家后 我对他讲的话有点在意 所以 有次早上和二楼的香港人遇到时 顺便问了一下 之前很抱歉 因为肚子太痛了 占用厕所那么久 你女友应该没生气吧 帮我和他说声抱歉 啊 肚子痛难免的 没有关系 不过那个我呀 是单身 一个人住 他很客气地说着后 就跑去搭车了 我心想 我心想 那个我 现在还单身 什么啊 原来不是女朋友啊 那次过后 我就不曾再看过他的女友 我猜 可能是分手了吧 过没多久 香港人搬走了 听我隔壁的大学生 说是觉得房子隔音差 常常半夜被外面路人 或邻居的声音 和走楼梯的声音给影响到 所以找到更好的独立公寓搬走了 就这样 房子只剩我们三个人 这段期间 我们时常三个人一起出去玩 我们三个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但是有天 二楼的台湾人 完全没有打招呼 突然无声无息地搬走了 而且 平常和我交情不错的隔壁大学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和我都会保持距离 有时候准备要出门时 刚好遇到他也准备要出门 我和他打招呼 他看到我 反而是快速地把房门关上 完全不想理我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哪些生活习惯 或是什么地方影响到人家 让他不再和我说话 但因为我个性的关系 我反而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果自己有错的地方 就和别人道歉 并改进和别人好好相处 所以 有天下班 我打电话给了隔壁大学生 我问他说有没有空 他就问我说是在家还是在外面 我和他说 我刚下班在外面了 他告诉我说 今天我们一起去玩通宵吧 那天我和他约在隔壁较大的城市车站前 我们俩就去车站附近的酒吧喝酒 他告诉我说 最近真的太少和你出来玩了 最近怎么样 和你女友相处得好吗 是谁和你说我交女友的 这样啊 那是我误会了吗 你女友不是香港人的前女友吗 每次你不在家的时候 有几次我没客在家里 我都会听到你房间有女人在讲话的声音 我一直以为 是你女友在你房间和朋友讲电话呢 还有几次出门遇见你 都会看到 你女友在你房间 募送你出门夜 那女的 就是香港人之前的女友啊 我那时候就想说 你真糟糕啊 抢别人女友 所以那时候才刻意疏远你 但后来我想想 这是你私人感情事情 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到我们的友谊 才约你出来玩的 我完全不懂她在说什么 我根本没女友 我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人住 我就说 喂 别开玩笑了 我真的一个人住 这时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 然后我们两个互相看着对方 就好像我们同时 在想着同样的事情 她打电话 给之前住二楼的台湾人 约了她过来 台湾人来了后 就和我们说她搬家的原因 有次下午她一个人在家 她想说 隔壁房间没人住了 好奇想看一下 那间房间的格局装潢 所以她打开门 结果看到一个女人背对着门 站在窗边 她想说 原来有人来看房子了 她说了声抱歉后 打算关门时 听到那女人跟她说 没关系 然后她就失去意识 她完全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等她醒来后 天色已经慢慢变黑了 她爬起来回到房间锁上门 躺在床上 思考着下午发生的事情 这时 有人一直转动 她房门门把 想要闯入的样子 她想着是谁 走到门边 正打算开门时 她听到外面 有个女人小声地说着 让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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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突然有股力量 用力撞了一下 门发出了砰的一声后 就安静下来了 当天晚上 她就请朋友 来帮她搬家逃走了 我说 你之前住那么久 都没发生什么怪事情吗 她说 没有啊 那东西 她怀疑是香港人带回家的 因为她是第一个 搬进那栋房子的人 也住了两三年了 直到香港人搬来后没多久 才发现有那女人 她一直以为是 香港人的女友 她可能缠着香港人 有个人陪她 所以就一直没来影响我们吧 现在好了 香港人搬走了 她没跟着走 她开始找代替品了 她说完话后 她们俩就盯着我看 我仔细回想了这阵子的情况 确实有点怪异 晚上睡觉时 总是脸会痒痒的 好像有人类似头发的东西 骚我痒 但我每次张开眼 又什么都没看到 抓完痒过没多久 又会痒 还有前阵子洗澡时 总会听到浴室门外 好像有人的气息 还有冰箱我的食物 常常还是在保存期限内 但东西就坏了 就这样我们三个在酒吧带到了早上 然后早上 我们三人马上去神社求了护身符 还去寺庙拜托住持 帮我们精华一下气场 然后 当天我也决定搬走了 于是就暂时住在同事那边找房子 而我打算搬走当天 刚好二楼又搬来了两个年轻人 住我隔壁的大学生 看到有人入住陪他 他就决定 还是继续住着 因为他已经穷到 连鬼都不怕了 就这样 我三天内 顺利找到新房子 回去搬东西时 大学生说这几天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也许是护身符和住持的进化 帮我们赶走那东西了吧 过了一个月后 有天大学生打电话跟我说 因为他忘了带钥匙 房东又去旅行 要明天才能回来帮他开门 问我 可不可以暂时住我这里一天 我想说好吧 反正才一天 那天他过来我家时 当我打开门 我看到他 然后他的后面 那个女人 夜 来 的 睡前不敢用手机了 这是我一个朋友 和我说的一个故事 我朋友是一个手机中毒者 每天手机不离身 如果看到讯息 是会马上回的人 在我眼里 他就是个可怜的人 被各种手机软体和资讯内容给绑架了 把自己人生 宝贵的时间 都花在那台邪恶的手机上 甚至放弃 个人放松和思考的时间 自由被各种废话聊天讯息给劫持了 但他却不这么认为 在他心中 他从网路上看了一些文章 对他也是有启发的 另外 他认为人不应该为自己而活 所以 和人互动是必要的 虽然我不了解他的想法 但比起把时间花在手机上面 我更想接触大自然和花时间看一本书 有天我朋友和我说 他 不敢再睡前使用手机了 我问他 为什么 他说 那天他一个人在家 凌晨两点 准备睡觉 他把灯都关了 躺在一片漆黑的房间床上 他使用着手机 看着各种社交平台的讯息 和有趣的影片 这时候 有个陌生人传了讯息给他说 半夜怎么还不睡 他回说准备睡了 那个人问他说 你房间灯是开的吗 他说没有啊 我关灯准备睡了 那个人又和他说 这样啊 最好不要这样做 朋友问他 为什么 那人回答他 你知道 现在人都不使用蜡烛了 所以很多以前使用蜡烛的东西 都已经用灯 或是其他电器代替了 所以相对来讲 别的世界 也是跟着时代在进步的 所以 半夜使用手机 那灯光 就像点蜡烛一样 而且你知道吗 以前的人 都是在黑暗的房间里 点蜡烛 来召唤各种灵体的 所以 我朋友这是有点害怕 所以什么 所以 你想想 当你在漆黑的房间里 拿着手机 就好像 拿着点燃的蜡烛一样 然后 朋友问他说 然后怎么了 这时 对方突然发了一张图片过来 图片是一个很像古代的画 画里有个长着鹿角的无脸怪物 而图案上面写着一些咒语 朋友看着那图片和字 心里默念了一下上面的咒语 那人跟他说 你有看到照片吗 有念那咒语了吗 他说 对啊 看着咒语 不知不觉就在心里默念了 我朋友发完这则讯息后 那个人 突然就直接下想 朋友当时心里默默地低估着说 这家伙是谁啊 干嘛吓人 真是的 然后就把手机按带机 准备睡觉 当手机灯光熄灭后 他看到了 在漆黑的房间角落 有什么东西 有个外观就像 刚刚照片里的那个东西一样 就在那里 从那天起 我朋友就不再沉迷手机 睡前 也不会再使用手机了 双子坡 这是梅子的故事 她在高三的夏天 经历了这件事 以下我就用梅子的角度来 描述这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那天 在一个闷热的夏夜 因为我没有睡意 在父母的允许下 我深夜骑自行车 去了便利商店 我在购买了冰淇淋和饮料后 通常会远路返回 但我突然注意到 便利店前面 有一个很长的下坡 于是决定推着自行车 往坡道上去看看 我以前曾数次经过这里 但坡度相当陡峭 所以我都没上来过 在一条小路插路 有一块老旧的石碑 上面写着双子坡 我走到上面 风景真好啊 我住的这个城市 位于面朝大海的山间斜坡上 靠海的工厂地带的灯光夜景 在月夜的照射下 映照在海面上 此时我想着 从这个坡下去也能回家 我觉得如果一边看夜景 一边下坡感觉一定会很舒服 于是决定直接骑自行车下山 微风的感觉 风很舒服 炎热潮湿的夜晚 转变成凉爽的微风 笼罩着整个身体 自行车不踩踏板 就可以用惊人的速度向前冲 起初 我认为风划过的感觉很舒服 但随着速度逐渐加快 我感到有些害怕 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了刹车上 然而 刹车没有反应 我惊慌失措 慌忙地按了几次刹车 但它们仍然没有反应 虽然我试图用脚停下来 但我的拖鞋是塑胶做的 只要稍稍碰到路面 大概就会爆裂 在下坡的尽头 是一个T型路口 我想着 应该怎么做才好 突然 我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在我身后慢慢逼近 然后 它突然直接滑到我旁边 在微弱月光和路灯的照射下 我看到那东西 是一辆自行车 上面有一个女人 是一个女人在骑自行车 但就在这瞬间 我听到了前面有汽车的声音 我可以看到汽车的灯光 从旁边的道路上照了出来 我瞬间陷入恐慌 等回过神来 我已经是用蛇形的方式 骑着自行车 突然 旁边那辆自行车 突然逼近我 然后不知为何 刹车有了反应 摇摇晃晃的车身 恢复了正常 虽然速度变慢了 但自行车还是停不下来 车子眼看就要 在我面前接近了 就在我觉得没有办法了 无能为力 打算放弃的时候 在我身边跑的自行车 突然一下子超过了我 我心想 他要干嘛 那女的在超车后 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不知为何 笑我 接着他直接冲到马路上 震耳欲聋的汽车刹车声 在夜空中回荡 紧接着我的自行车 也冲到马路上 终于停了下来 我吓呆了 呆若目击地转过头 和一名从轻行卡车内探出头 并且满脸惊恐的大叔 四目相对 当我在闪亮的灯光下 皱着眉头时 叔叔下了车 冲到我面前说 没事吧 你还好吗 嗯 没事 我很好 是 是吗 谢天谢地太好了 啊 刚刚那个先冲出来的 很像你的女孩呢 我们都没看到 刚刚在我前面冲出去的那个女孩 不仅如此 连自行车都没找到 大叔和我都惊讶地面面相去 这就是我经历的故事 但 其实当时有一件事 我没有告诉那个大叔 那个时候 那女孩超过我后 经过我身边 那个女人回头看了我一眼 毫无疑问的 那绝对是 绝对是我的脸 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现在仔细回想起来 就连她的衣服 自行车也好 都和我一模一样 后来 我听传言说 很久以前 一对关系很好的双胞胎姐妹 在那里失踪了 镇上的人们为了纪念她们 于是就把坡道称为双子坡 顺便说一下 我是一个独生子女 故事就是这样的 说完了这些故事 睡不着的夜晚 又要持续一段时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